大家好 今天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又是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周蓉 和大家分析时事 Robert 行善积德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其实有多少人借慈善之名 实情违反国安法之实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谈谈两宗新闻 第一宗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宣布修订税务指南 不理国安慈善团体将会撤销免税资格 另一宗是打着筹权组织之名 由以前的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 创立的石长花宣布停运了 当中到底牵涉到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讲讲这件事 好啊 我们首先讲了税务指南的修订 好啊 财富局局长许正宇昨天赞文表示 他因应国安法实施之后 就会修订属公共性质的 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 如果有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国安活动 税务局就不会再承认他们是慈善机构 即是说税务条例第88 给给予他们豁免缴税资格就会被取消 相关的修订昨天已经上升了 行了很快 很多时候大家看就用几个例子来说 例如612基金 他涉不涉及今次的修订呢 其实612基金不单不是注册社团 也不是公司条例下注册的公司 同来也不是职工会条例注册的职工会 更加不是88下的豁免缴税慈善机构 即是什么都不是 612基金基本上是四毛 各种都不是 其实你说不少牵涉反对派的基金 其实都是属于88不用交税的资格 例如由占中发起人朱耀明 创立的香港公民教育基金会 由陈芳安生合作筹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 不过他在去年6月宣布辞任基金的董事 职工盟旗下的职工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及职工盟回收助人中心有限公司等等 我的看法就是第一 其实今次改不改 政府做不做 你问我我就觉得 你打个招牌出来 个个都申请八八八的 总之有个基金 有个慈善 或者有个什么的字眼 你就去申请 政府就很松的 批了给你 好了 现在的说法就是 批了给你之后 现在再看回 然后发觉你不是的 你是有违国安法的 你是有违国安法的 那又才钉你 那你问我 我就觉得 其实为何你要做善事 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 为何不可以 要你先做两年 有了成绩 让人看到 然后你用你的成绩 用你做过的事 去申请八十八呢 这个呢 就觉得是 好像 硬了一点 但我觉得呢 其实香港呢 太多在于目混珠 乱禁离的 慈善机构 每个都就是 基本上就是 我不用交税 这就很便宜了 但是呢 其实很多 就是钱、银的东西 收了之后呢 就很多 就可能是 给予了自己的资料 就是资料的东西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最有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慈善团体 其实是做什么事的 是的 所以许正宇就表明 他其实作为一个慈善团体 就有四大原则 第一就是救助贫困 第二就是促进教育 第三就是推广宗教 第四就是 可以令社会得益 但是非以上的三项 就为一个慈善的宗旨 哎呀 这样就说完了 老实说你是松到不松的 现在你是国安的 那你又可不可以收紧它 不是实行的 不过其实 其实就是 老实说你建个基金 你怎会不放贫困 那两个字 在那 怎会不放教育 那两个字 放个宗教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样子 但其实很多挂羊头 卖狗肉 是多得事 问题就是 我觉得政府是去得不够足的 应该可以去 去远一点 去硬一点 应该一开始就要去远一点 应该要这样才对 应该要这样 就是不要折牙膏 对了 所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口中 他就说是否有人以远对抗的方式 去帮助港独滲透呢 你看现在如果不是的 就不需要去改例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慈善机构的董事或顾问 其实他们自己的行为 如果他们涉嫌触犯了国安法也好 其实他们是有可能会影响了这些88的团体 如果不是你看陈方安生 去年他就不需要去辞任有些慈善团体的董事 他走路而已 老实说你又要说一句 那么多个人 最擅长的是哪个呢 就是AO 这个AO就聪明了 陈太太也是AO 一早就闻到糯米 一早就走了 其他的愚蠢蠢蠢继续做 你说是不是呢 你说陈太太是聪明的 其实是陈太聪明的 还是有些AO 蠢蠢的 还是不够聪明的 见仁见智 这些东西 我们说完慈善团体税务指南 就想跟大家说第二件事 石长花 对了 就说说石长花 今天 即11点多时 石长花就宣布停运 不再收取任何有关物资券的收入 他就会将剩下的探监物资 就会尽快分配需要的家属 他又有说到 会秉承社会工作处理 个案的原则 完成了手头上的事情之后 就不会再接生案件 大家就在想了 其实究竟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宣布 要宣布解散得这么快呢 其实石长花是做什么呢 其实摆明是犯法的 大家都明白 你坐入监 你不是度假的 你多一支烟仔 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利益 你现在就说 我说有朱古力又什么又什么 拿到进去就派给一些人 那你即是制造什么呢 制造第二个权力中心 监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监狱风云 对了 老实说 即是你回句话说 我给朱古力你 到时我要去吵的时候 你合法要出来 其实你大家看到 那些黄人其实是离谱的 问题就是 今次就逼到石长花 是逼到他停运 否则就大件事 换句话说 你又在监狱里面 造就了一些权力中心 那你说是否大件事 所以其实大家都 不可以不提 其实这个杜火线 都是前区议员袁家慧 他在狱中犯事那件事 说说吧 今个月的2号 袁家慧和五个女囚犯 被发现在 在罗湖承教所里面 就藏有发夹等的违禁品 被纪律检控 之后就有18个在囚人士 就要声援 就要求要取消他的检控 最后就要出动 这个黑炮部队去评论 你说你是不是作反 老实说 你真是夸张 其实大家都明白 你在监狱里面 黑社会 最大权力就是控制了烟仔 那个分配 有烟仔可以开赌 可以开胜 你用发夹 老实说 又真是一样 女士在里面都要发夹 或者朱古力 这些东西 老实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权力的誘因 现在停止了 做不了 换句话说 政府要很小心 就是这班人 因为这班人 无论在哪里都要建造势力 建立势力 去跟当局对抗 所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之前他也有批评 他就说 在囚人士 就联同外界 试图建立势力 又说有组织地 垄断了监狱物品的供应 有脸才和制造特权之严 他有责备他们 有人企图在监狱里面 持续抗争 他也有指 有组织寄信 之前涉及反修例事件 和危害国家安全在囚人士 寄信给他们 呼吁他们继续抗争 这些要逮捕 其实这些选择 是20年前监狱风云都有看过 为什么用这些旧的选择 老实说 它真的逮捕 你要明白一件事 现在简单就说 石墙花 名字都觉得很好 石墙 为什么会有种花出来 就是说你最少的空间 它都利用到 去长大成树 不是花 是树 石墙树 石墙花是小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不是那么容易 反对派的人 是跪下的 老实说 是什么时候都会再有事搞的 是的 邵家墙被访问 他这样回应 石墙花 只是一个提供基本的人导支援 他强调 要减少呼吁 协助寻找物资 他说的小事 其实是大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9年的黑暴 当年是因为他们不肯割席 何尝不是一件小事 结果你会导致街头有宵夜 有暴力 小事 为什么不会变成大事 说个故事给大家听 陈振聪 已经出来了 但这么多年中秋节 陈振聪政府都有月饼给大家吃 今天有个月饼 但大家都知道 陈振聪也是送月饼 他在坐牢的时候 他都会安排买了一大堆月饼 通知当局 帮他送月饼 给每个囚犯都有个月饼 谁人都知道 政府那个是不好吃的 陈振聪叔种那个是很好吃的 所以陈振聪在里面 很吃得开的 大家又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你想想 发箭朱古力 哇 你说他们是不是 在做什么呢 现在没有机会了 这是好事 孤息只会养奸 所以当局终于明白 大时大飞上 是不可以再重用 一定要改 同意 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